一甲神队踢封了 开场打爆油文 创下68年记录 C罗碧眼失望 北京时间7月12日凌晨3点45分 一甲第32轮焦点站 亚特兰大客场对阵油文图斯 第17分钟 亚特兰大首开记录 但对于亚特兰大来说 他们真的踢封了 此役 亚特兰大开场就发威 第17分钟 戈麦斯带球推进 禁区左侧前沿送出纸塞 萨帕塔扛着本坦库尔杀入禁区 低射破门 1-0 因此亚特兰大创下68年记录 本赛季 亚特兰大太疯狂了 因为多线作战 他们的联赛成绩最初不佳 毕竟亚特兰大在欧冠中奇迹出现 后来又双杀瓦伦西亚 打进8强 我觉得油文和亚特兰大 都可能赢得本赛季的欧冠冠军 本赛季亚特兰大完全证明了 他们不是昙花一现 表现很有韧性 而且这个赛季发生了很多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本赛季的欧冠 与以前不一样 而且可能出现一些很大的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季的欧冠军